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制作微信小程序 以下是详细的步骤 一、明确目标与需求 首先要确定你制作小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展示个人作品推广业务 提供服务还是其他特定的用途 同时考虑你的目标用户群体是谁 他们的需求和偏好是什么 例如 如果你要做一个摄影作品展示小程序 目标用户可能是摄影爱好者和潜在客户 他们可能希望看到高质量的图片 作品介绍以及联系方式等 二、注册微信小程序账号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官网 Taps美美NP Wix in Dopu 抗美点击右上角的立即注册 爱弹出的页面中选择小程序 然后按照提示填写邮箱密码等信息 确保邮箱是未被微信相关平台注册过的 并且能够正常接收邮件 分路填写的邮箱查收激活邮件 点击邮件中的激活链接完成邮箱验证 选择主体类型 个人企业 政府媒体 其他组织等 需要提供不同的资料进行认证 个人主体相对简单 只需提供个人身份证信息等 企业主体可能需要营业执照 法人信息等 三、了解开发工具 微信官方提供了微信开发者工具 用于小程序的开发、调试和预览 架载并安装开发者工具后 熟悉其界面和功能 不要包括代码编辑区、模拟器、调试器等部分 四、设计小程序界面 根据目标和用户需求 定型界面设计规划 可以先在纸上画出草图 确定各个页面的布局和元素 考虑色彩搭配、字体选择、图标设计等 也营造出符合小程序主题的视觉风格 例如一个亲子教育小程序 可以采用明亮活泼的色彩和可爱的图标 使用图形设计软件如Sketch Adobe XD等制作高保真设计图 以便更直观地展示小程序的外观 普遍写小程序代码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 放箭一个新的小程序项目 学习微信小程序的开发语言 不要包括WXML用于构建页面结构 类似HTML WXSS用于设置页面样式 类似CSS和JavaScript用于处理页面逻辑和交互 按照设计图使用WXML和WXSS搭建页面结构和样式 例如使用View标签创建页面元素 通过设置Class属性应用样式 在JavaScript文件中编写逻辑代码 实现页面的交互效果 比如点击按钮时触发的事件 注具的获取和处理等 6.测试小程序 在开发者工具中使用模拟器 模拟不同手机设备和微信版本 打算小程序的显示效果和功能是否正常 进行功能测试 逐一测试各个功能模块 确保它们能够正确地执行预期的操作 例如表单提交 页面跳转数据加载等 检查兼容性 确保小程序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设备上 都能正常运行 7.提交审核与发布